2013年青春一时 香港马发局连同外国驻港商会 首次带领香港企业家30余人 前往深圳前海进行实地考察 并与当地官员会面 前海自2010年被国务院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后 被冠与中国曼哈顿的头衔 香港作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 有超过90%的中小企都从事服务行业 前海这个基于现代服务业建立的经济特区 它的开放对香港会有哪些影响呢 黄色的就是前海 它正好处在珠三角核心区域的这个位置 在它的这个西北边就是我们的深圳保安机场 在它的东南边就是香港机场 那么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呢 已经决定这个在深圳机场和香港机场 建设一个深港机场的西部轨道线 那么在前海的是唯一的天高核 也将来在前海呢 会有一个口岸 今年一月 前海出台了跨境人民币贷款的具体操作办法 正式批准了包括恒生 东亚在内的15家香港银行 可向前海企业借贷人民币 不仅如此 前海还推出了优惠的税利政策 请大小企业在此落地 主要的呢 就是企业所得税就是15% 而要符合财政部的这个条件 财政部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叫新注册在前海 第二呢 就是实际运作在前海 第三呢 要符合财政部发布的优惠类目录 这个三个条件满足的就是能享受 而且享受是直接抵扣 不是先真后反 境外高端人才 那么它的个人所得税是15% 这个15%呢 是先真后补 前海现在的建设 正是方兴为爱在这片面积为 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将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包括金融 物流 以及信息科技 而这里也将成为人民币 走向国际化的下一个重点 中国从来没有拿一个地区 来作为金融对外开放的试验示范区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作为境外人民币跨境创新试验区 第三一个 前海将会引进香港的中财制度 将在前海落地进行试验 第四个第一就是在前海会有一个人才特区 那么这四个第一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区是没有的 据谢永海透露 随着跨境贸易的扩大 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只逼一万亿 占到银行体系中存款的12% 如何建立更好的人民币汇流机制 无论是前海还是香港都需要发挥各自的作用 目前已经有一百万人 他们的金融资产在一千万人民币以上 所以财富管理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的一个业务 而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财富管理的中心 但是由于跟内地之间没有一个通道 而前海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通道 前海一面对内一面对外 所以的话香港跟前海可以做前店后厂的 这样一种金融的产品的服务 除了金融物流等服务类企业 前海也允许国际学校和香港的医院 在此建立直属分支机构 为区内人士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s at the high school level and below will be able to set up shop in Chianghai So instead of the daily migration of little school kids going through the border from Shenzhen to Hong Kong every morning and come back every afternoon I'm guessing they may be able to actually go to school to a Hong Kong school in Chianghai and only be one metro station away I was able to talk to the Chianghai executives one on one at the lunch and you know I learned how policies in Chianghai are actually there's some amount of bubbling up to Beijing rather than everything coming down when it comes to policies so this trip gives you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e whole Chianghai idea real i know g